也是认真的做 做他能做的东西 把最后的结果弄到对 这个圆满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跟的人 有时候不好选 但是他可以把事情做到好 那这个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另外一句话我也觉得傻眼 他说教书是演艺事业 现在完全正确 你知道吗 直播这样 每一行每一店都是演艺 对 每一行每一行 原来这样是 大明星好 莫斯卡金像样得主 真的不容易 那我自己后来当老师 我就觉得我干嘛要当张小燕 然后后来就发现 我干嘛当胡瓜的 不过这个的确帮助很大 因为他讲到一个重要的精神 就是不只是要把知识带出去 要有机会让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把知识带给人家 那就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老师在TED上面讲过 他说一个孩子没有办法从他不喜欢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所以以后来发现演艺事业的确蛮值得学习的 然后韩老师他的印象是 我对他的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他高高的 帅帅的 然后这边有一撮白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白那一撮这样 然后他很喜欢写版书 他写起来就慢慢写 而且一个字一个字要写的 刚刚讲的细节这样 他很细致这样 然后就要写的慢慢写 写完以后要英文念一遍 哇 完全是 哇 这个小女生就坐在下面看 哇 这老师好厉害 哇 哇 哇 好 那很谢谢韩老师的教导 他跟师母之间非常非常好 然后是一个非常棒的典范 他们每一年都牵牵小手自己出去玩 就是没有带小孩 这件事情非常难得 尤其我有三个小孩之后 我发现小孩是根本丢不掉的东西 然后他可以 我就忍不住问他说 韩老师你几岁的时候开始把小孩丢着 就两个人自己出去玩 他说他只有一年 那个老婆怀孕 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出去玩 他每年都这样出去 然后就牵牵老婆的小手 两个人很幸福的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在长荣交出的时候 我也是每年都会邀请韩老师到台南来 跟同学们分享 他一定带着老婆来 一定带着他同事去玩 然后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他对师母非常非常好 他也对学生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很喜欢用手写信 那写起来都是温度 虽然很多时候 我会拿着信带回去问老师 老师这个字我看不懂 韩老师 字有时候有一点点草 可是那个非常卑舞的漂亮 好 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跟韩老师一起写那本书的时候 其实那本书95%都是韩老师写的 那我唯一就是拉一下 说不要骂这么多啦 对 那里面对于目前的DRG和Email上面也有非常多看法 然后所以我做一点点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后来都是在跟韩老师说话 那听韩老师讲 他一个很大的不舍就是他说师母那时候去私奔跟他出来 所以他一直照顾他 可是他年纪比他大十几岁 他觉得他要先走 这件事情他最放不下 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安排 然后翻出来说他做什么样的安排 然后我就边看边心很疼 然后又觉得很感动 觉得有一个人这样子 这么爱别人 然后不管爱家里的人 爱自己的学生 然后爱外面的不认识的孩子们 那是很棒的人 那我很开心 韩老师除了给我看正面的阳光 然后很爽朗的笑容之外 他还让我一直看到他的背影 他跟我爸爸两个人长得差不多高 然后体型很像 有一次在我闭完夜之后 爸爸请韩老师吃饭 然后他们两个走在我前面 那那个印象就一直在 我就看到两个人的背影 然后我在跟随 那我觉得看着前辈 然后这些典范往前走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看着别人的背影 然后跟随 然后把他们留给我们的爱跟勇气传出去 好 以上 谢谢 好的 谢谢 请问他会DRT 500 是什么 是哪一个部分该来的 韩老师最成的学生就叫他 为什么 我跟他常常在那个移民里面 都笑着我 他每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期待 他是唯一的一个学生被提到最初次 好,我們謝謝徐欣,徐教授 我們下面是不是請在醫院的那個軍方 軍軍方跟韓老師應該也是也是蠻久的 我們就先繞一圈,我們好像會有機會 另外讓徐欣老師慢慢來講,謝謝 謝謝 很不好意思,現在先出來講 其實還有很多市長、學姐、學長姐 那就是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分享我的感想 那我是在83年就是進我們醫管所 那也是在那一年就是考上高考 所以也同時分發到就是台大醫院的企劃室 就是我們韓老師那時候是當主任 對,所以我想應該是有就是他的學生他有特別照顧 所以我才進得來這邊 那因為同時要工作嘛,然後也要念研究所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韓老師對我幫你睡多少 應該不是學院上的啦,因為是工作上 可能企劃社工作他就安排少一點讓我去負責 所以那時候實習也是,就是那時候應該是暑假時候要去醫院實習 對,然後我也順行在台大醫院的企劃室實習 那就是有點便利了 那不過我還很印象深刻那時候 那時候楊老師是首長 所以他覺得這個想做的好像有點不太對 怎麼會在台大醫院企劃室工作 又盛行在台大醫院企劃室實習 對,所以這點我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韓老師也幫我解決了一些問題 讓我可以繼續工作又把學業完成 那我就是因為也跟韓老師在企劃室當他的部署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跟他的接觸是非常長 那他在企劃室帶領我們 我們在台大醫院其實都覺得走路很有風 因為他是就是不合理他會去拍桌的人 那所以我們在醫院就覺得我們其實還推的那個企劃 覺得都還很順利 那不過我們今天才知道台大醫院就是有這麼多的秘辛啊 對,我們在他手下他大概不會跟我們講這些 我們因為他在我們的心中是很崇高 然後就是要聽他知道那樣 那我們當時只要幫他可以打字就很開心了 因為他會就是寫很多文章 然後要我們幫他打字 所以只要是誰可以被他而算一道幫他打字 就會覺得其實很開心 所以那我們也練習就是也很多知道他的那個 就是像剛剛徐清學姐講的他的字有點吵 所以我們都像我就已經練就到他的字 我都猜得出來是什麼了 對,那所以就是一路上受他的指導 那我現在是在塔大醫院的研究倫理文會的行政中心的主任 那在這邊也很不好意思 在就是工作上可能之前我們也負責一些公外老師的計畫的審查 那如果,因為這工作其實也是非常板重 然後我們單位就是加班滿長的時間 那有做不好的地方也請各位市長可以包含 那如果做不好的一定是我,我自己努力不夠啦 那做得好的地方就是韓老師還有各位市長的指導 那我們會再繼續再努力 好,那今天我就簡單分享到這裡 謝謝 下面是不是看是詹秀學姐,好不好 那我們請那個王蕙雄的王教授,長跟著王教授 謝謝公所長邀請老師 對對對,不好意思 那在座好多老師,好多學長,學姐,前輩 還有我們的年輕的同學們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韓老師的一個紀念會 那不像前面幾位分享的前輩跟韓老師有非常多近深的接觸 其實我跟韓老師的接觸只有大山上過他的必修課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台大院整間最忙的時候 坦白講,老師也沒有辦法每一堂課都來跟我們上 所以他也邀請了很多我們現在俗稱的夜市 我也是在那個場合認識了這個戴寧基院長 這是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的地方 那麼韓老師雖然跟我們上課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但是就像前面好幾位分享的 他有言教也有神教 那我很幸運的是 雖然跟韓老師的競爭介入不多 但是我醫院的民間有人蠻多的 所以就經常有機會聽到醫院的朋友們 談到韓老師的言行舉止 都非常的令人佩服 我想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威脅、利誘都是有的 騙子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利誘之下 他還是能夠堅持本分 這個相當的不容易 當然在那樣的一個位子 擁有這麼多的資源 能夠不受威脅更不容易 那老師是法律的背景 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該做什麼 要做什麼 每一步都走得很穩 我覺得這是他對我最大的身教 那麼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評論老師的一個生平 那容許我借用淡寧基院長的一句話 淡寧基院長來台灣 協助台灣醫院的一個興建 不小心一流就十二年 所以他在台灣也接觸過很多醫院管理方面的先進跟前輩 但他跟我講說 涵桂教授是他見過 涵桂教授是他見過 涵桂教授最好的一位管理者 他也是非常地欽佩涵 涵桂老師 那我也很有榮幸跟涵桂老師有這樣的淵源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場跟各位一起緬懷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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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韩教授好像是明天就要出国去 就是到那个明尼苏达州去念书 那时候我们还在他们家 那韩护人就抱着娃娃 带她的长子 那她很伤心很伤心 我不晓得说什么话 韩教授说 陈喜乐 有种不见面我太太 好好安慰她 哎呀太笨了 我现在真的很遗憾很后悔 欢迎十位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面可不可以请 我们的谭醒潮 谭老师 好吗 也是算我们韩老师的好朋友 来来跟她们一起来 各位朋友 各位长官 今天很荣幸参加我韩老师的追思 今年一周年 事实上我跟韩老师有三个缘分 韩老师是真的我的老师 我记得我在成大 派我到美国医院医院 但是必须要经过实习 所以我就到台大医院 那时候 韩老师就是我的老师 他带着我 所有规划 所有实习都是他那时候 帮我去安排 那个时候 然后 阿夏老师 还有 几位老师 薛琪老师 要不要过 薛琪老师 几位老师 这是第一个缘分 第二个缘分 我后来回到 台湾大学校本部 那个时候 大概整件事已经到最后的末期 可能要收尾的时候 那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行政业务要来沟通 那韩老师就经常到我们办公室 跟我聊天 跟我讲一些 应该要怎么去处理的事情 那 当然 韩老师讲的都有道理 所以呢 我也这个 拨命盖章 那我最记得说 最收尾的那张支票 是10亿元 我最记得 进到我办公室之后 我跟同龄家说 这个是产商最后的一张支票 今天马上要送到产商那边 不要妥了 因为11元 对产商来讲 也是蛮大的一笔输 所以别人家要周转 对不对 所以我同龄 拿着那个工具去跑跑 然后经过除了 就付给产商 非常爱我 非常爱家 非常爱人 尤其是在我第三个渊源 我回到亚明医院所 那时候 她的职业退休了 我要求她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 上一本课 就是医院的一个规划 她立刻答应 所以我在阳明那段期间 大概有四五年的期间 那人科都由她去处理 那每次她去到学校 我们都有很长时间跟一个接触 跟这个 给我指导 我们所有的阳明的一个活动 她一定让师母来 走牵手 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 我说天下有这么深爱的夫妻吗 各位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也给我很多的学习 那我唯一的 觉得遗憾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后来我离开亚明到的南部 我一直想要跟师母 老师 这个 聚聚吃饭 结果后来老师可能 也没有办法 再出来了 所以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但是我非常非常怀念她 我也非常幸运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台大礼拜所 台大工卫所 如果 我同时 给我塞一点课 让我有更多的学习 我想 我非常欢迎她 也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请几个年轻的同学 我们看看是俊远 再来是晋柏 再来是蔡医师 谢谢 各位师长 各位学校姐妹 水滴妹大家好 首先很高兴 谢谢那个 钟老师办的这个 韩老师的这个纪念会 那 我跟韩老师 其实是 他是我医院管理的 应该说 齐文老师 在大学 上了医院管理的课 我 其他的可能不是很记得 但是我永远她记得的人 当然六个字 到现在我在长庚25年 我一直受用 那今天也跟很多学弟妹分享 韩老师说 做 我们医院管理 是做救人的事业 昨天我去医馆西山科 我还跟他们讲说 医馆是救人的事业 他们说医馆 为什么是救人的事业 我说我们公共卫生 其实是健康救人的事业 那 韩老师一直觉得说 好的医院管理 应该让我们医护团队 也没有厚乎自由 可以把病人照顾好 刚刚跟静老师在讲 我说 学校学的流病 环卫 韩老师讲的就是 医院建筑三个门 医院大门 急诊门 厚勤的 他说 其实还有一个门 你们忘了 太平门 所以这些资料 其实在我现在 在长庚工作25年 不管在医院的建筑 刚刚跟静老师讲 在做感控流病 其实都受用不穷 那韩老师那六个字就是所谓的 做医院管理 你要有一个说破嘴 跑断退的这个精神 那这六个字一直在我 这25年的工作当中 对我受益不穷 其实大家在事务上 在医院 每天就是个案 其实 刚刚老师讲的个案 我觉得说 我如果有空 撇开那些每天的 现在没有公文了 现在都是电子公文 一般看到都变成老花 就是说 那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写 写非常多的个案 那当然可能实务上 工作没有 但是那六个字 我到现在是受用不穷 如果有机会到 学校跟同学分享 我都会跟他讲说 这个叫 真的是要说破嘴跑断的 那 你当医院管理 你不是只是一份工作 你是做救援的事业 我是觉得 这两个 intent 给我 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 今天 当然有这个机会回来 我就是说 人家说 一辈子要认识三个人 最少一定要认识三个人 一个是医师 健康的造物 一个是律师 要认识 那最好不要用到 第三个就是 你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我很幸运 有在座的很好的师长 认识这么多的师长 那韩老师 给我的这一个启发 我到现在都还是记忆有心 那 刚刚有两位大三大四的学生 说我想要去实习 我说 韩老师用门课很有趣 大家说医院建筑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去 台大医院的大厅 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建筑 那个是老 虽然是老外盖的 可是 韩老师在跟我们上 他藏了三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只金铲 台大还这么美年 经营这么好 大家再去看一下 那个老师上那个课 我都现在都还记得 每次我要把这个概念 用在我们的医院 好像都行不通 因为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只金铲 旁边有十二身下 那十二身下 还不是按照顺序排的 如果这样同学你要去实习 你一定要先去 先把台大大厅那个 如果要念医院管理 你要把台大大厅的那个建筑 那还有一只很漂亮的 没有头没有围的这个武功 这个百足天龙 实际上是讲的 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 生龙活物 你知道他的武功 他会是什么 招财 你跟我说台大厅的经理这么好 其实韩老师在那边 已经埋了一个 这个不是 大家还有忘了吗 其实还有一个十二生肖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上次看到 那个鸡怎么这么漂亮 那是属鸡的 那其实你知道 韩老师还在把十二生肖 所有的这个 其实 就是 无功也是医药的一部分 就是治疗疾病 那 那个 残除跟这个十二生肖 是圆满 所以我说同学 你刚刚讲 如果有机会你要实习 你一定要先把台大自己 舊大楼走一遍 那三个门 急诊后面那个检查室 是我最最喜欢的 那个最速的 我现在在规范医院建筑 我就 帮大陆看了一个 一个一个 他说他急诊室在这边 那开大房在这边 你看我们开大房多漂亮 多漂亮 我说你没有忘了韩老师 讲你急诊跟离 开大房离这么远 那个 建筑再好都没有用 那这个概念 其实 在医院我们都受用无穷 我非常谢谢韩老师 给我的说破嘴炮断队 把医管是一个救人事业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整个工艺学院 还有工艺学校最最棒 我还是要再次谢谢 钟老师有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听到 以前认识韩老师 都是从课本上 从他的著作上课 那今天我非常感谢 我从各位师长老师 我更认识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韩老师 刚刚杨志朗老师讲的 他这样捐给这个学校 默默的这些做的 为善不离人知的这个事情 让我更敬佩我的 永远的韩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师长跟各位学长 学姐 学弟学妹大家好 其实我今天是没有准备 任何那个要说的话 但是我来到这边 就是有想到就是 我以前在刚来念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有上老师的一门课 上完之后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 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是老师的这个弟子 就是跟着老师做这个硕士论文 那时候我跟就是佩慈 佩慈跟我非常的好 然后呢佩慈每次都拿了很多文字 都会来问我说 你帮我看看这个老师在写什么东西 因为他帮老师答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对老师的文字 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每天都要帮佩慈解读老师的写的字 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对老师有这样的印象 就常常跟佩慈说我非常佩服你 可以有这种勇气跟老师跟着老师做研究 好那这个呢 就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短短的跟老师接触 可是我跟老师真正的接触 是在我毕业之后到一侧会上班 那因为老师是我们的委员 所以我第一次跟他去做医院品鉴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觉得这个 他到医院去的时候看的一些细节 还有真正食物上面 他对于这个医院管理的一个要求 是我第一次跟他出去的时候大开眼界 甚至我后来大家开始在做JCI的时候 都会一直在讲说 外国的委员多么的厉害 看他到医院去的时候 他都会去看天花板看什么 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其实我们的韩老师早在十年前 在做医院品鉴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手一摸 所有人在后面吓到像什么一样 对 其实他要求的就是刚刚所有师长讲的 他就是很要求这个细节 但是这个细节不是吹毛求辞 而是真正 真正从医院管理还有品质的角度来看 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来 我其实我跟韩老师学习很多 甚至在最近几年 我都还有跟韩老师通电话 因为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写医院品鉴史 最终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找韩老师 因为我们也请了记者的特约记者 特别去跟老师了解这个过往 甚至老师有一次还特别打电话跟我聊一下 说那到底现在的医院品鉴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改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老师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这个方面都非常的投入 不会因为他退休之后 他就开始过他非常悠闲的生活 那我觉得他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医院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对我来讲 其实跟各位市长还有学长杰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条路上 我觉得受到韩老师的启发很多 那我也很有心能够跟他学习这么久 那早上我看到钟老师的时候 老师问我说你好像很少回来学校 我就说啊对 因为医社会如果有租那个场地的时候 我就会来回来学校看看 但是呢今天韩老师这个纪念会呢 早在开始调查的时候 在当天我就报名了 因为我都觉得我应该要来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可以再请彭一杰彭医师 好 那下面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啊 我们请那个阿夏所长 我自己留到这里 来看看阿夏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们念书那个时候 医馆是必修 还有医院建筑是全修 然后我们班有 忘了多少位 15个吧 然后分三 五组 一组三个人 韩老师只有一个要求 你们找一个地方 确定那个地方可以盖医院 你们自己规划 那里有多少人口 附近有多少家医疗院所 你们画一个建筑图 真的可以盖医院 就这样子 然后就下课 我们整个学期 要画出那个建筑图 你知道多难啊 那我们班有一个人 长得跟徐仙欣老师有点像 叫做多多 这是少数韩老师记的我们班 他都不记得我的名字 你那班有一个 有一个多多 对 韩老师记美女喔 超级厉害 就像这种 庆菜 所以第一届的大概是美女特别多 那 那 韩老师对我们要求 真的是 那个 魔鬼在细节 这是我们学到的 画建筑图 我们刚好多多的哥哥 那时候在中原念建筑系 我们的图是看画的 真的是透视图 那个叫做力学 就是那个 钢筋水泥要多大 那不然 噗就倒掉了 然后我们那一组是做得最好 他把锁在他的铁柜 我们要拿出来借 一样 借书只能在这里看 不能拿出去 我们的作业 我们本来是说 拿来给同学参考 不行 塞起来 他就是非常非常有他的原则 那韩老师 即使是我们大学的导师 但是我们班跟他不熟 因为证监会太忙了 所以只有一次我们班录影 去阿姆片 他到的时候已经黄昏 快要晚上了 他在找说 那在拖 阿姆很多人都在那边录影 我没找不到 那时候没手机 我找到阿姆老师 阿姆老师我们在这里 他已经很饿了 他说 你吃什么 这是要吃什么 我们说我们还没有考 还没有开始考 只好拿那个 白吐司 不然老师今天吃吐司 他就很委屈 吃吐司 因为他要赶回去 所以他是专程 他叫阿姆平 看我们一下 然后就要赶回去 对他来讲 他真的是很忙 对我们来讲说 这个老师来 就是说要吃什么 然后聊天 我就走了 所以我跟他老师是 是敬佩 但是也怕 他老师真的非常严格 也许是对男生比较严格 不保言笑 很少对我们笑 那当然老师对人都非常好 那很感谢的是 我们真的在两所 以前政策跟医馆是分开两个所 我后来是被我的指导老师 引导去走政策 原来大学是一直要走医官 那跟韩老师 其实是很想多学一点 那后来回两所合并 一样 所有的EMBA MBA都在教个案管理 那韩老师 他们在讲说 现在流行都是哈佛 那个实在是 那个叫做秀有余 深度不足 那其实他说 我们迷你书大的比较好 所以他一直在推销 迷苏达的个案的方式 那我们就中合了 所以韩老师 非常大方就直接捐款说 你找到什么 你写那个 不好意思 我echo一下 刚刚苏老师讲的 写那个是做苦劳 对生活的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老师 谁愿意花时间 然后去谈 然后去写很细的 所以 我们在 现在中小师也是 在我们所里面 有老师愿意写 其实我们都很感谢 那只有学生去上课的 会觉得 这个很有趣 其实学生也不会知道说 那个 各样不是买来就可以了 其实是 老师我们花时间 就像韩老师 他要上我们建筑的课 他一开始就会拿几个很漂亮 人家可以做到这么漂亮 原来那个都是 好几届才有一个这样 累到半死 就是有这种老师带队 然后那个时候 黄家金团开院 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医馆的大佬 但是 韩老师是最低调 他是法律系毕业 那法律系毕业去弄建筑 那种感觉就是跨 所以 韩老师在那个时代 其实他教我们很多东西 现在已经分好系了 医院的后检是一个课 医院财务是一个课 医院什么 那个老师什么都要会 那我想说我们在学校教书 到一个程度还好啦 现在合回来 叫cap stone cap stone horse 所以变成是 原来一个老师什么都会 我们的老师 杨老师也什么都会 不然你问他 杨老师是我认识的老师 从没有什么钱 赚到最多钱的人 我不能讲钱哪里来 那就只能思想 但是像他老师 他自己就 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他很 很愿意付出 所以 也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老师们 身教跟言教 其实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哪里学到的 而且他弹起来 原来就是 这个老师就是这样 那个老师就是这样 那种感觉 其实还蛮舒服的 那我们在学校 说实话 在台大教书 真的是得天下英才的教织 不论是医学系 公卫系 医馆系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很优秀人才 所以我们是很好命的 一群老师 那有这种 好老师的带领 希望这样一代一代传承 那希望公卫学员 可以更好 我们医馆教育可以更好 那挣这个机会 真的是 再感谢韩老师一次 我们都获益良多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各位 各位老师 各位学长 以及大家的一个分享 其实我自己跟韩老师 我也觉得我也想 在最后我们结束之前 也做一点点个人的一个分享 那 我记得韩老师跟我讲过一个小部分 他说 董老师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去明星 收到念书的时候呢 刚刚去念书的时候呢 成绩不太苦 觉得呢 无颜见江东父老 他就约了一个同学 想要投降自杀 结果呢 已经收到半年是冬天 河里面结冰了 结果 没办法跳河啊 所以只好说回去吧 我们好好念书吧 不然我还要回去 不然我们就少了一个 动感的好 卡路老师 这样子的经验我在念书的时候 好像也有那种无颜见江东父老 想要跳楼自杀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 跟韩老师 无助有偶的一个呼应 那刚刚 王慧玄老师有提到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韩老师可能太忙了 所以那时候 印象不特别深刻 可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跟韩老师结交了 很深的缘呢 95年 我从Huffington回来 只有韩老师在当 计划师的主任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apply teaching position 那时候跟宜兴 我们这时候是 张飞少爷飞 是要满天飞的那个时候 有些办法过韩老师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 好像蛮有自信的样子 那韩老师95年退休 其实韩老师是退而不休 他越退休呢 跟我们的帮助越多 你看我们从学分班 我们的在职专官 我们所有 那个时候 医馆所的活动呢 韩老师是无意不参加 那时候呢 我们医馆所里面 我们有什么 九圣九仙九王 千非不罪万非不罪 我们的韩老师 我们的大洋老师 我们的薛老师 一个一个比一个会喝酒 而不是这些老师的酒量 更重要是什么 这些老师的酒品 为什么 他不会借酒庄 我们借酒做一些什么 怪一怪一 但是他们是酒量加酒品 这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敬重 我觉得那时候 张老师带我们去 采访大陆的时候呢 我们到贵州 贵州出那个酒鬼酒 我们通常在卫生局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酒量实在是太好了 超乎他们的准备 结果喝到没有酒了 那卫生局的时候 一锅找来 怎么会没有酒鬼酒呢 我们把贵州的酒 喝光光了 超乎我们的想象 把整个城的酒 就不喝了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 医馆所是喝遍大陆无敌手 没有一个人发酒疯 那边都没有人 是 是 所以我们不是酒量 所以像这样的小故事呢 真的韩老师跟杨老师带领我们 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温馨 刚刚苏老师有提到 我记得很特别的一年 就是说 2012年 我们2010年建管跟卫生所合并 那我自己是2012年的我生教授 那一年韩老师说 苏老师您生教授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个饭 那我是觉得 韩老师好像有一点在 讲他的一个心情 你是宴馆 卫生医馆所合并之后呢 第一个生教授的人 他说这个我要敬你一杯 那我觉得韩老师 他有一点委托说 他可能自己 他肯定有那个遗憾 他觉得他应该是生教授 结果生不逢死 结果那时候 重视的东西是science 而不是social contribution 所以他觉得 好像要把这样子的精神 交放在我的身上 希望我们能把这个精神给传下去 那我觉得 我没有 让韩老师失望 我们2011年生诊之后呢 我们一管所 我们建管所呢 2013、2014、15、16 我们一连续的生了四个教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也像是感觉上 从韩老师的身上 得到了他那一种 像是托付的那种精神之后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 在他的一种互动上面的部分 那韩老师 其实不只是特别 他就跟韩师母的感情是好的 刚刚你们谈过他 他其实在韩师母走开了全世界 六十几个国家 我曾经在我们家办读书会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只能想说 尾巴就没有合过 什么南极 北极 什么沙漠 上天下地 全世界五大叔 他几乎都去过 那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大家不知道 他不是有爱心圈在大陆之后 他能够走访全世界 也跟学生们的这个分享 对后进的一些提息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这人是一种典型在初期 在我们心中留下的一个 非常值得学习的模像 他有一个侠的风范 他有一个助人的心 他有一个对学生的关爱 甚至有一个传承的一个自我期许 那我觉得说韩老师的身上呢 真的是学到了非常非常多 他对我们的 并不因为他的不赛 他的很多精神呢 是我们可以学习 甚至是可以传承的一个榜样 那是不是呢 我自己开场 我自己做结束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纪念回到这边做一个ending 我们师傅来一个大合照 然后呢 大概我们今天的纪念朋友 做一个happy ending 我们请大家一步一步 我们来这边造个合照 好吗 谢谢